看这球怎么打 2点4秒钟 看出来阿朗斯挑赢 有没有 今天赛场再现绝杀 没错 两分多钟的时间 你领先两分 看看能不能靠阿朗斯 一个人把这比赛扛下来 这就是青岛队现在面临的现实 赛海龙能不能站出来 好球 很关键这球 对 这时候你有关键 站出来那比赛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亚朗斯这球没有弹弓 突破之后 及时的去传到了外线的同伴手里 今天赛海龙 第一次投三分投中 之前两个都没投进 内线对抗非常激烈 防空手 防得不错 外纹顶开 再挑战刘川兴的球被盖了 但是八四又篮板 再起又二加一 我们在下半场去夸奖刘川兴 就是他头脑非常的清楚 但是到下半场打得很兴奋之后 收不住自己的重心了 这几次二加一 都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下手了 就是你这个时候 一般底下盖完帽 处于一个兴奋状态 兴奋状态 第二下还想再盖 话又说回来 刘云队今天打的真是坚韧 奥斯连外线三分球 这球篮外空心 又压到剩七秒 海当斯突进来 再来一个 赵爱龙同样的位置 没有 赶紧防守吧 甩过来 贵爱龙 漂亮 大进大平 101比101 嗯 巴斯这一攻啊 直接甩过来 很关键 视野很开阔 先压时间 稍后时间 哎 这球 后场球 乱了 盖朗斯的逼防之下 郭艾伦出现了失误 梁静队已经没有挑战了 双方这截犯规都不少 看这球怎么打 2.4秒钟 发出来 打亚朗斯飘银 他有没有 弹一下 进了 我没有绝杀 绝杀 打亚朗斯 一个空手的移动 四十九分 转身后仰跳投 这一场赛场再现绝杀 没错 因为这个球呢 你要运一下 再去突已经来不及了 必须利用空手的移动 掩护 然后两个人拆开 寻找两个机会 哇 太有戏剧性了 亚朗斯用这个绝杀球 给今天这场比赛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今天这场比赛 于他个人来说 是一场精彩的 完美 而又华丽的表演 高兴 高兴 确实我觉得青岛 也赔得上这场胜利 这球啊 坐在狼光上 颠颠颠 有点像去年 梁纳德却杀76人的那个球 再来看 不是太难了 并不是一个 特别好的机会 但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移动 飘移 强烈 强大的身体素质支撑 做出一个高难度的后仰跳投 对于 高兴 这球已经封到脸上了 出手 命中 没有给对方一点点机会 新闻女神再一次站在了亚当斯 站在了青岛南岚这边 当然 这跟他们今天一整晚的努力 是密不可分的 亚当斯今天49分 12篮板6助攻 实际上 counsel 前鞋 一